大家好,我是小老板 我的频道主要讲旅游跟生活有趣的事情 如果你也是旅游跟生活的爱好者 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 每个礼拜会有两支新的影片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 讲到北海道的美食 大家会联想到什么 杂晃的拉面,汤咖喱,橙鸡四汗烤肉 还是韩馆的海鲜 其实呢,北海道好吃的东西非常的多 很多有名的东西其实不是来自于杂晃跟韩馆 就像大家熟知的北果楼 其实是来自于代广 今天呢,就要跟大家聊聊 北海道道东有哪些美食 我们来个美食接力赛 从道东的串录呢,一路吃到代广 讲到道东的美食呢,就不可以忘记串录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站就要来串录的鱼市场 串录鱼市场可是北海道三大鱼市场之一 最有名的就是圣首洞 圣首洞呢,其实就是DIY的生鱼片盖饭 为什么会有圣首洞呢 在以前呢,这些渔夫跟渔饭呢 看到一些贫穷的人们吃不起整只的鱼 就把生鱼片上面整片割下来的肉 剩下来的那些碎肉呢 放在饭上面呢,用很便宜的价格 卖给这些相对贫穷的人 所以因此呢,就有圣首洞 那这也是一个 爱心共享的概念 到了串录鱼市场呢 先去卖白饭的摊子呢 买一碗白饭 那他们也有卖味噌汤 再到卖生鱼片的店家呢 挑选自己喜欢的生鱼片来搭配白饭 哇,有好多种 你可以看到有鲑鱼,尾鱼,雪鱼,甜虾,干贝,海胆 鲑鱼卵,这个不胜美举 光纹鱼生鱼片可能就有十种 打造你自己专属的圣首洞 想吃什么就挑什么 当然串录鱼市场呢 也有卖各种螃蟹 帝王蟹,毛蟹 你可以在摊贩呢 买生的螃蟹 那他们会帮你煮好 再帮你把壳给剪开来 让你非常方便容易吃 是不是很贴心 那一大早呢 记住这是早餐哦 一大早就吃螃蟹跟生鱼片盖饭 是不是太营养了一点 早餐吃这么好 当然不可以直接吃第二餐 那离开串录鱼市场之后呢 第二个点 我们去搭串录诗园号 串录车站呢 其实就在鱼市场旁边 鱼市场其实就在车站旁边 走路呢 大概五分钟而已 串录诗园呢 是日本第一大诗园 听说面积跟台北诗差不多大 串录诗园慢车号呢 是从串录车站到唐录车站这一段路呢 的一个观光列车 每年的6月到9月呢 才会开车 如果不是这段时间去串录的话 是搭不到串录诗园慢车号 在列车上呢 就可以欣赏 一望无际的串录诗园 这是一般的JR列车 无法到达的地方 你看这车向满满的都是人 所以夏天这个时间呢 很多日本本地人呢 也会来搭串录诗园慢车号 欣赏诗园的美丽风光 串录诗园慢车号 拿木口近站了 串录诗园慢车号呢 是一个特别设计的车厢 可以看到里面都是木造的椅子跟桌子 除了对座的椅子 有桌子之外呢 还有面向窗户的座位哦 有桌子的是纸电席 如果没有买到纸电席的车票的话 是无法坐在那个有桌子的位置上面 这个列车的窗户是超级大 那基本上它没有玻璃 这样欣赏串录诗园 视野才开阔 列车上呢 还有贩卖饮料跟零食 还有纪念品 记住列车上面贩卖的奶酪 可是当地的牛奶做的奶酪 很香哦 那今年呢 刚好是串录诗园慢车号的30周年 他们非常的贴心 准备了30周年的乘车纪念证明书 还有各种小礼物 都是呢 其他时间做串录诗园号拿不到的哦 所以如果呢 还没有做到串录诗园号 现在还有机会 赶快去搭 到了堂路站呢 你可以看到牛人偶 欢迎大家 记住 这也是呢 30周年才有的活动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搭 那赶快去搭 串录诗园慢车号 那串录诗园慢车号 一天呢 只有两班 不是想搭就有哦 要提早定位 搭完串录诗园慢车号之后呢 已经中午了 肚子呢 是不是又饿了 我们接下来 道东美食的第二站 我们就要去代广 吃代广特有的美食 叫做臀丼 臀丼呢 不是炸猪排丼 不是卡兹丼 那它是臀丼 那基本上呢 它是烤猪肉片呢 还有美味的酱汁呢 然后铺在饭上 我现在想到 口水就快流出来了 北海道的代广呢 是囤丼的发源地 然后我们要连续攻略 两间不同的囤丼 那我们先吃 最有名的圆祖囤丼 圆祖囤丼呢 是创业于昭和八年 就是1933年 到新天呢 已经是一个86年的老店 那它们的特色呢 就是炭烤的厚片猪肉 铺在这个饭上面 那刷上特制酱汁 然后再把酱汁淋到饭上面 哇 超级美味 光那个酱汁呢 那配饭大概就可以吃三碗了 那猪肉片的厚度呢 其实很厚 可是烤的呢 又非常的嫩 吃起来呢 很有那种 就是新鲜的肉干的感觉 但非常的软嫩 那吃囤丼的时候呢 它们的点法是 你要几片肉呢 铺在这个白饭上面 那可能有四片 六片 八片 再来呢 你就点 你要味噌它 还是不要味噌它 那我必须说 圆祖囤丼的这个丼饭呢 吃一口呢 真的让我非常的惊艳 它跟呢 在台湾能吃到的烤猪肉饭呢 其实感觉很不一样 因为它的猪肉片呢 够厚 又非常的软嫩 再加上那个酱汁 那个无敌的酱汁 跟这个猪肉呢 一起烤 那它又把这个酱汁呢 淋到饭上 那整个搭配起来的感觉呢 只有两个字 美味 猪肉软嫩之外呢 其他还有点弹牙哦 总之就是一碗 非常好吃的烤猪肉饭 吃完圆祖囤丼之后 这个先走路走路 消化一下 那我们去看一下 代广很有名的夜间景点 北枝屋台 如果来到代广呢 晚上呢 想小酌一杯 但又不想去普通的居酒屋 或是餐厅 小伙伴十分推荐 要去北枝屋台 屋台呢 就很像我们这个夜市里面的 相吃摊 每一个小小的店呢 都有门有窗 或是有帘子 所以即便冬天去吃呢 都不用担心会很冷 那北枝屋台呢 大概有20家店 其实我们去屋台呢 最常吃到的就是官东煮啊 然后这个什么玉籽烧啊 烤物啊 可是呢 北枝屋台很特别的是 它里面有很多西式的屋台 然后卖卖烤牛肉 卖卖起司 喝红酒 然后吃吃披萨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屋台 那主要呢 以食胜当地的食材为主 另外呢 北枝屋台 也是商老板看过 唯一的一个屋台街呢 他们有提供公共厕所 它看起来呢 还算干净 逛完北枝屋台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酷的一个酒吧 听说是全世界唯一的 马车酒吧 而且是在今年 2019年4月呢 才开始营业 马车酒吧呢 会停在 带广车站附近的 Hotel de Café Nubka 前面 接客 那大家可能要上网查一下 这个马车出发的时间 那在市中心巡回 是大概50分钟的时间 你可以坐在马车的车顶 享受呢 傍晚跟夜晚 清凉的围风 然后呢 在马车的吧里面 点杯酒 所以边坐马车 边点酒 边喝 非常的惬意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攻略 带广的另外一家 非常好吃的豚豆 豚豆 Nobutahake 它跟元祖豚豆一样 都是豚豆的名店 然后是1934年创业 所以到现在呢 也是个85年的老店 跟元祖豚豆差一年 可能是兄弟分家 我确定 我开玩笑了 豚豆 Nobutahake 在JR代广站里面的商场之中 你看厨师利落的伸手 烤着肉片 远远的看 就觉得好像很好吃 整个店里面呢 弥漫着烤豚豆的香味 你可以在店里面吃 也可以外带便当 豚豆店呢 通常早上8点多就开门了 外带的便当呢 还会附上一瓶 他们的酱汁 让你可以淋在份上 满满的猪肉片 还有几颗青豆 大家有没有发现 带广的豚豆上面 都会撒几颗青豆 但大家不要以为 所有的豚豆店生意都这么好 可以看到隔壁的豚豆店 基本上没有人 即便是便当呢 都包得这么精致 完全不输在店里面吃 那豚豆呢 布塔亚给呢 他们的肉片呢 相对于原祖豚豆呢 是比较薄一点点的 那咬起来呢 也稍微比较有韧性一点点 就比较脆一点点 可是呢 酱汁各有特色 但一样都非常的好吃 那两家呢 基本上都需要排队 所以呢 尽量避开吃饭的尖峰时间 那比较不用排队 但我跟你讲 两家豚豆呢 都是超级好吃 我只能用超级好吃 小板呢 可能会为了这两个豚豆 飞去带光米汤 真的好吃 好 带光两大豚豆 我们一天公月完成 这个小板呢 可有四个位 才有办法吃完这所有的丼饭 好的 北海道道东美食接力 我们从早餐呢 开始吃圣熟丼 毛蟹 帝王蟹 那到了下午呢 同时公月两家豚豆 别忘了呢 还有北支舞台跟马车酒吧 所以你看 去道东玩 一路呢 都不用担心没有好吃的东西 那香老板呢 是不是错过什么北海道的美食 那如果呢 你们有吃到任何 北海道神秘的美食 请在下面留言 告诉香老板 那香老板呢 下次去北海道的时候 就可以一碗一碗的 把它给攻略完毕 那第一次看我频道的人 拜托哦 请订阅我频道 打开小铃铛 我们每一百会有两支新的影片哦 那我们今天的 北海道道东东美食接力 就到这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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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